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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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打 哎呦 晃oooooo 转 晃 晃 青 晃 加油 企业 亮眼球漂亮 那已经不行了 都不行了 中国拳弹黄飞鸿 9秒抱头老外30多拳 打到对手血肉模糊 惨不忍堵 直接看待现场裁判 他被称之为拳弹黄飞鸿 这一战继18战 18胜 16次的KO 如此恐怖的KO率 使得一众老外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胆战心惊 他有着重达千斤的拳头 只要挨到对手就是非死即惨 他就是来自中国新疆的泰伊拉克 别看他长得年轻 甚至有几分稚嫩 但是拳法可是毫不含糊 他今天征战到了哈萨克斯坦 另一边出场的选手 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本土选手奥利维拉 奥利维拉今年已经年近40岁了 在拳台上也算的是年龄非常大的选手了 今天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这两名年龄相差20岁的选手 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这一场是非常精彩的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对局 现在场上蓝方选手蓝色短裤 就是来自新疆的泰伊拉克 另一边这个红方选手黑色短裤 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奥利维拉 这场比赛两名选手的年龄差距非常大 将近20岁 当然我们期待一下 在这一场咱们泰伊拉克 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因为我们看到在泰伊拉克 几拳重拳之后 这个奥利维拉已经被打出血了 这种直接被打晃了 现在泰伊拉克上来连续的去补拳 那这种奥利维拉的状态 明显已经不行了 那看一下还能不能继续 看一下还能撑多久 乌利维拉克连续的去重拳 这种奥利维拉克连续的 我们看到现在裁判是终于终止了比赛 在连续中拳之后 这个奥利维拉已经被打到血肉模糊了 现在这个奥利维拉的状态 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这场比赛结束的也是非常的快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场慢动作的回放 我们是在河利维拉克连续的 这场比赛咱们的泰伊拉克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 那最后让我们恭喜泰伊拉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